嗨各位小朋友 我們今天要來複習一下 之前上課的時候有用過iPad 那現在是安卓系統 那安卓系統要怎麼樣傳一張好的作業照片呢 那現在請大家看到這個畫面的重點 這位老師的手機是安卓系統 如果你是安卓平板 安卓手機都試用這個方式 好首先當然我們先進入我們的 這個學班上的go 然後接下來你要選課堂作業 課堂作業 例如上一次的這一個 老師之後還會放別的 腳交位置你就看科目 然後會寫是什麼作業 再選那個你要交的作業 好選這一個5月2號這一個 不好意思老師要先切換一下層 像這樣這一次要點這個 翻擠 然後課堂作業 接下來選擇這個 好底下 像已經腳交就會顯示已腳交 那記得如果你 如果你被退回要重腳 記得要把舊的刪掉 你就要選取消腳交 好這邊就會有一個叉叉可以選 這邊有一個叉叉可以選 就可以按叉叉按掉移除 接下來你就要記得按新增作業 好這裡最重要的事情就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兩個字叫掃描 掃描請你按下去 好接下來就出現這個 作業 應該說相機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你的作業性壓平 好現在有一個 我看有沒有辦法旋轉 好沒有辦法旋轉沒關係 因為你平常拍的一般作業都是橫的 好那接下來呢請你 請你 請你 注意光線 作業壓平 然後確保它是在你的畫面正中間 你邊邊要露出一些牆東西沒關係 然後光線一定要充足 像這樣有影子啊 你可能要瞧一下角度 瞧一下角度 影子就會消失 那一定要是平的喔 你要確保一下 手機跟作業是平的 好接下來你就可以按下 你的快門鍵按下去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畫面 就請你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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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勾之後它會調這個 接下來 這裡可以選便寫 右下這個按下去 好 它就出現這些點點 這些點點可以讓你這樣拉 那去框住真正你想要選的範圍 好大概做一些調整 好基本上四個腳稍微對一下 不要太歪 好交一張正的作業 好你看完成 好那 那像這個狀況是橫的 可是你要交追記得 你要把它旋轉啊 要旋轉 這有這一個 符號 這樣按 再按 再按 它現在就旋轉過來了 OK 接下來記得按 儲存 好那一般 作業只有 要你拍一張啦 除非有特殊狀況拍兩張 那記得 就按這個 好如果沒有的話就直接 儲存 直接儲存 你看它就正在上傳 它就正在上傳 那稍等它一下 OK它跑完了 它就寫以附加 附加這個作業 那記得 這裡 有角焦 你一定要按角焦 沒有按角焦傳不出去 按角焦 好 海文缺加焦嗎 就焦 但是因為這有焦第二次 所以重新焦焦 好焦完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看這個縮圖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 作業照片 那老師點下去的時候 老師從我自己的帳號去看 好 我現在切換帳號 看一下 那剛才是我自己的另一個帳號 這裡 好 老師這個角度看到之後 點開 好 可能這邊手機的關係 沒關係 我用電腦開眼看 好我電腦這邊打開來 你手機拍過來 電腦打開來 來 好我手電腦開 就應該會很明顯 這樣焦過來 好 那你自己其實也可以去檢查一下 你看它慢慢讀取出來之後 解析度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剛才可能我抓的 角度或手抖到一下 它會影響作業的解析度 那請各位同學就是 要注意一下你對焦的點 自己拍一張好的照片 記得要透過這個 Classroom裡面去做調整 Classroom裡面去做調整 好 那安卓的教學到這裡 多練幾次 你就會拍出一張好的照片 那如果你是蘋果系統 iOS 就請你到另一部影片去看 掰掰